朋友们,2024年1月23日我们继续来读经 今天会读到的章节有 生命记第九章、第十章 启示录21章、22章 真言17章、18章 以及传道书11章、12章 好的,我们先来到生命记第九章 以色列啊,你要听 你今日要过的约旦河 进去占领比你更强大的列果 那里的城镇又大 城墙又坚固 如天一样高 那里的百姓是雅腊族人 又高又壮 是你所知道的 你也听说过 谁能在雅腊族人面前占你得住呢 你今日应当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渡过去 如同吞噬的火要除灭他们 并要在你面前将他们制服 使你可以赶出他们 数数消灭他们 正如耶和华向你所说的 耶和华你的神 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以后 你心里不可说 耶和华你我得这地是因我的义 其实耶和华将这些国家 从你面前赶出去 是因他们的恶 你能进去得他们的地 并不是因你的义 也不是因你经历正职 而是因这些国家的恶 耶和华你的神 才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为了应验耶和华向你 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其是应许的话 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 将这美地赐你为业 并不是因你的义 你本是因这景象的百姓 你要记得 不要忘记 你在旷野 怎样惹耶和华 你的神发露 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 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 你们在和列山 惹耶和华发露 耶和华对你们动露 甚至要除灭你们 我上了山 要领受两块石板 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 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周夜 没有吃饭 也没有喝水 耶和华把两块石板交给我 是神用指头写成的 板上是耶和华在大会的那一天 在山上 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过了四十周夜 耶和华把两块石板 就是约板交给我 耶和华对我说 起来赶快从这里下去 因为你从埃及拧出来的百姓 已经败坏了 他们这么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为自己铸造偶像 耶和华对我说 你看这百姓 看哪 他们是硬着景象的百姓 你且由着我 我要除灭他们 从天下涂去他们的名 我要使你成为比他们更大更强的果 于是我转身下山 山上有火燃烧 两块约板在我双手中 我观看 看哪 你们得罪了耶和华 你们的神 为自己铸成了一头牛肚 迅速偏离了耶和华 所吩咐你们的道 我拿着那两块石板 从我双手中扔出去 在你们眼前 把他们摔碎了 因为你们所犯的一切罪 做了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惹他发怒 我就像从前一样 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适时昼夜 没有吃饭 没有喝水 我很害怕 因为耶和华 是要你们大发猎鹿 要除灭你们 但那一次 耶和华又阴允了我 耶和华也向亚伦非常生气 甚至要除灭他 那时我也为亚伦祈祷 我把那时你们犯罪 所住的牛肚拿来 用火焚烧 捣碎后再磨成粉末 好像灰尘 我把这灰尘撒在 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 你们在塔贝拉 马萨 基伯罗 哈塔瓦 又惹耶和华发露 耶和华叫你们离开 加底斯 巴尼亚 说你们上去 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 那时 你们违背了耶和华 你们神的指示 不信服他 不听从他的话 自从我认识你们的日子以来 你们常常背离 耶和华 我因耶和华说要除灭你们 就在耶和华面前 俯伏四十周夜 像我以前俯伏一样 我向耶和华祈祷 说 主耶和华 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 你的产业 他们是你用大人救赎 用你强有力的手 从埃及拧出来的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不看这百姓的顽梗 邪恶 罪钱 免得你拧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 拧进他所应许之地 又因恨他们 所以拧他们出去 要在旷野杀他们 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 你的产业 是你用大人和牲畜的绑地拧出来的 生命纪第十章 那时 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凿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上山到我这里来 你也要造一个木柜 我要把你先前摔碎的板上 所写的字 写在这板上 你要把这板放在柜里 于是我用金合幻木 造了一个柜子 又凿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我手里拿着这两块板上山 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 在山上从火中 所吩咐你们的十条诫命 照先前所写的 写在这板上 耶和华把他们交给我 我转身下山 将这板放在我所造的柜里 现今这板还在那里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 比干起行 来到摩西拉 亚伦死在那里 就葬在那里 他的儿子 以尼亚撒接续他 担任祭司的职份 他们从那里起行 来到谷歌大 又从谷歌大 来到约巴塔 有溪水之地 那时 耶和华将立位之派 分别出来 抬耶和华的约柜 又势力在耶和华面前 侍奉他 奉他的名祝福 直到今日 因此 立位没有向他的弟兄 有产业 耶和华是他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 你神所应许他的 我又像先前一样 在山上停留了四十周夜 这一次 耶和华也应允我 不将你灭绝 耶和华对我说 起来 走在百姓前面 领他们进去 得我向他们列主 启示 要给他们的地 以色列 现在 耶和华 你的神 向你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敬畏 耶和华 你的神 遵行他一切的道 爱他 尽心尽信 侍奉耶和华 你的神 遵守 耶和华的诫命 律力 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 为要使你得福 看哪天和天上的天 地和地上所有的 都属耶和华 你的神 然而 耶和华 专爱你的镊主 爱他们 从万民中 拣选你们 就是他们的后裔 像今日一样 所以你们的心 要受割离 不可再映着景象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是伟大 强有力 可畏的神 不看人的情面 也不受贿赂 他为孤儿寡妇 申冤 爱护寄居的 赐给他衣食 所以你们要爱护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 也做过寄居的 你要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 侍奉他 紧紧跟随他 奉他的名起事 他是你当赞美的 是你的神 为你做了大而可畏的事 这些是你亲眼见过的 你的列祖 七十人下埃及 现在耶和华 你的神 却使你如同天上的心 那样多 启示录二十一章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 和先前的地 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 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娘 打扮整齐 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 从宝座出来 说 看哪 神的丈母在人间 他要和他们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神要擦去 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痛苦 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 看哪 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他又说 你要写下来 因为这些话是可信靠的 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 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奥美加 我是开始 我是终结 我要把生命的泉水 白白吃给那口渴的人喝 得胜的要承受这些违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自于胆怯的 不言的 可证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的人 他们将在烧着牛黄的火壶里有份 这是第二次的事 拿着七个金碗 盛满末后七种灾祸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来 我要给你看新娘 就是羔羊的妻子 我在圣灵感动下 天使带我到了一座高大的山 给我看那有神那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 这城有神的荣耀 他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名如水晶 他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个门 北边有三个门 南边有三个门 西边有三个门 城墙有十二个根基 根基上有高阳十二使徒的名字 那对我说话的天使 拿着金的奴尾当词 要量那城 城门和城墙 城是四方的 长宽一样 天使用芦苇量那城 共有一万二千吃他底 长宽高都是一样 他又量了城墙 按着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 共有一百四十四走 墙是碧玉造的 城是纯金的 如同明镜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个根基是碧玉 第二个是蓝宝石 第三是绿玛瑙 第四是绿宝石 第五是红玛瑙 第六是红宝石 第七是黄碧起 第八是水仓玉 第九是红碧起 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紫玛瑙 第十二是紫金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 每一个门是一颗珍珠造的 城内的街道是纯金的 好像透明的玻璃 我没有看见城内有电 因主 全能者 神 和羔羊 就是城的电 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 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围成的灯 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 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荣耀带给那城 城门白昼总不关闭 在那里没有黑夜 人要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带给那城 凡不洁净的 和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人 都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高阳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去 启示录二十二章 天使又让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经过城内街道的中央 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 接十二样的果子 每月都接果子 树上的叶子可作医治万民之用 以后不再有任何诅咒 在城里将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将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天使又对我说 这些话是可信靠的 是真实的 主就是赤宁感 给众先知的神 猜浅他的使者 要将必须快要发生的事 指示他的众仆人 看啊 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 有福了 这些事是我 约翰所听见 所看见的 当我听见 看见时 就俯伏在 指示我的天使 脚前要拜他 他对我说 千万不可 我与你和你弟兄 众先知 以及那些守着书上的画的人 同是做仆人 你要敬拜神 他又对我说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因为时候尽了 不义的 让他仍旧不义 污秽的 让他仍旧污秽 唯义的 让他仍旧唯义 圣洁的 让他仍旧圣洁 看啊 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 要照每个人 所行的报应他 我是阿拉法 我是奥美加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开始 我是终结 那些洗尽自己衣服的 有福了 他们可得权柄 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城外有犬类 心邪术的 淫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以及所有喜爱 何行虚枉的人 我耶稣 差遣我的使者 为了众教会 向你们证明这些事 我是大卫的根 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诚心 圣灵和新娘都说来 听见的人也要说来 口渴的人也要来 愿意的人都可以 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我警告一切 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加添什么 神必将记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 所记的生命树 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证明这些事的说 是的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愿主耶稣的恩惠 与众圣徒同在 阿们 接下来是 真言第十七章 一块干饼 大家相安 胜过延西满屋 大家相争 明智的仆人 必管辖蒙修的儿子 并在兄弟中 同分产业 顶为念银 卢为念金 唯有耶和华 熬念人心 行恶的 留心 听恶毒的嘴唇 说谎的 侧耳 听邪恶的舌头 讥笑穷法人的 是藐视 造他的主 幸灾乐祸的 难免受罚 子孙为老人的冠冕 父母是儿女的荣耀 余婉人说美言并不相宜 君子说谎言也不合宜 贿赂在溃真者的眼中 看为玉石 随处运转都得顺利 包容过错的 寻求友爱 喋喋不休的 离间密友 一记责备的话 深如聪明人的心 强如打愚昧人 一百相 恶人只寻求背叛 残忍的死者 必奉猜攻击他 宁可遇见 失上小熊的母熊 也不愿遇见 正行愚昧的愚昧人 以恶报散的 祸患必不倪他的家 纷争掀起 如同缺口的水 因此争端尚未爆发 就当自治 定恶人为义的 定义人为有罪的 都为耶和华所证悟 愚昧人既无知 为何手拿银钱 去买智慧呢 朋友时常亲爱 弟兄为患乱而生 在宁舍面前 机长担保的 是无知的人 喜爱争闹的 是喜爱过犯 门盖得高的 自取败坏 心中歪曲的 得不着福乐 舌头颠倒是非的 现在祸患中 生愚昧之志的 自己必愁苦 愚昧人的父亲 毫无喜乐 喜乐的心 能治好疾病 忧伤的您 使骨头枯干 恶人暗中受贿赂 以致弯曲公正的路 聪明人 面前有智慧 愚昧人 眼望地的尽头 愚昧的儿子 使父亲仇烦 使那生他的母亲 忧苦 刑罚义人 思维不善 折打政治的君子 也不疑 截至言语的 有见识 性情温良的人 有聪明 愚望人 若静默不言 可算为智慧 闭上嘴唇 也可算为聪明 箴言第十八章 孤僻的人 只顾自己的心愿 他鄙视 一切健全的知识 愚昧人 不喜爱聪明 只喜爱 表达自己的心意 邪恶来 藐视 跟着来 羞耻道 辱骂 同时道 人的口 所讲的话 如同深水 智慧之泉 如涌流的河水 偏袒恶人的情面 是不好的 审判时 使义人受屈 也是不善 愚昧人的嘴唇 挑起争端 一开口 就遭鞭挡 愚昧人的口 自取败坏 他的嘴唇 是自己生命的圈套 造谣者的话 如同美食 深入人的肚腹 做工懈怠的 是破坏者的兄弟 耶和华的名 是坚固台 一人奔入 就得安稳 有钱人的财物 是他坚固的城 在他幻想中 犹如高墙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要得尊荣 先有谦卑 未听完 只有回话的 就是他的愚昧 和羞辱 人的心灵 忍耐疾病 心灵忧伤 谁能承担了 聪明人的心 得智慧 智慧人的耳 求知识 人的礼物 为他开路 引他到高位的人 面前 先肃情有的 似乎有你 另一人来到 就查出实情 至千 能仔细纷争 也能化解 双方激烈的争辩 被冒犯的弟兄 强如难以攻下的奸臣 纷争如同城堡的门栓 人的肚腹 必因口所接的果实饱足 他必因嘴唇 所出的感到满足 生死在舌头的掌握之下 喜爱弄舌的 必吃他所接的果实 得着妻子的 得着好处 他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穷乏人说哀求的话 有钱人 却用威吓的话回答 朋友太多的人 必受损害 但有一知己 比兄弟更亲密 接下来是传道书 第十一章 当将你的粮食 撒在水面上 因为日子久了 你必能得到它 将你所拥有的 分给七人或八人 因为你不知道 会有什么灾祸 领到地上 云若满了雨 就必倾倒在地上 树向南岛或向北岛 树倒在何处 就留在何处 看风的必不撒肿 望云的必不收割 你不知道气息 如何进入孕妇的骨头里 照样照万物之神的作为 你也无从得知 早晨要撒肿 晚上也不要歇手 因为你不知道 哪一样发旺 前者或后者 或娘者都一样好 光是甜美的 眼见日光是多么好啊 人活多少年 就当快乐多少年 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 因为这样的日子必多 所要来年的全是虚空 年轻人啊 你在年少时当快乐 在年轻时使你的心欢畅 做你心所愿做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神必审问你 所以当从心中除掉愁烦 从肉体除去痛苦 因为年少和年轻之时 全是虚空 传道书第十二章 你趁着年轻衰老的日子 尚未来到 就是你所说 我毫无喜悦的那些岁月来临之前 当纪念造你的主 不要等到太阳 光明 月亮 星宿变为黑暗 雨后云又返回 看守房屋的发灿 强壮的屈身 推磨的妇女 因人少而停工 从窗户往外看的眼光 变为昏暗 街门关闭 推磨的声音微笑 鸟一叫就惊醒 唱歌女子的声音也的微弱 人怕高处 路上有惊慌 信速开花 乍梦成为重担 欲望不再挑起 因为人归 她永远的家 吊上的在街上往来 不要等到一念折断 精灌破裂 瓶子在全旁损坏 水轮在井口断裂 尘土仍归于地 像原来一样 气息仍归于赐气息的神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全是虚空 再者 传道者应有智慧 将知识教导众人 她师娘 考察 并列举出许多真言 传道者专心寻求 可喜悦的言语 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 智慧人的话语如同刺棒 这些家言 好像钉吻的钉字 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 我儿 还有一点 你当受劝诫 住书多 没有穷尽 读书多 身体疲倦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结论就是 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 是恶 神都必审问 好的 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为止 明天我们再见